刚刚当选中研院院士的张艺棠 是数学界一则悲壮的传奇 博士毕业后他怎么都找不到教职 曾无奈地去了美国南方 在Subway素食店当了八年的会计和收益员 他说起那八年的心情 一方面因为我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 那样也就满足了 而且我在那里也不是很忙 我就是自己想看点数学 哪怕就做个业余数学 还数学家吧 尽管我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了 我觉得也还可以 我那个时候还是在继续在看数学 又学了很多东西 如果我是要是专业 就是去搞电脑啊 去搞一个什么 我就怕我自己 把这个数学这条路就给断了 自我消失的那八年 他很急有切断一切联系 父亲是我父亲原来身体非常好 然后九一年就查出使管癌了 然后就是病了两年去世 去世的时候 就是我就反复给我哥写信打电话 我就说我是想叫他回来 但他那段时间一开始还有阴性 后来就没阴性了 对 后来就没阴性了 对 他后来就 其实我那段时间我还挺 就是对他意见挺大的 我觉得父亲都去世了 他也没回来 但我现在想想他可能那段时间 有时他自己最难 1999年张义堂才有机会进入 新函部下大学当讲师 直到去年 他因为破解困扰全球精英 2000多年的 孪生植树猜想 一举成名 他是在2012年7月3日 在好友华裔指挥家 齐雅各家的后院 想出解题技巧的 因为那天下午他要去排练 第二天是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 第二天他要举进了公开音乐会 就在那个市中心 那么就是7月3号 他就去排练去了 排练他带我一起去 我去看他排练 临初发大概还有20分钟 还多少时间 我就跑到那个后院 就去转一转 他那院子里 经常有梅花路到他院子里来 那就去哪 没见到路 就在那转转 再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就等着他 就在那时候 好像我突然我发现 我的思路 一下就沟通了 成名后 金钱和荣耀接踵而来 但对张一棠来说 他感叹自己现在 反而失去安静做数学的时间 现在我就觉得 这个时间都不属于自己了 整个一大堆的这种事情 很多的打搅 很多忙乱 有时候搞得自己 心里心里进不下来 就不觉得很不舒服 年近60了 张一棠想把握时间 下一个想攻破的 是另一个数学史上的难题 黎曼猜想 真的错了 真的错了 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